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交往缺乏安全感吗? 学会恋爱降敏的练习 便能够放过对方 也放过你自己 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开始会留言 问他说在感情上面有些问题 好奇我是怎么想的 或是好奇有没有什么做法 可以提供给他做参考 而且就有连我在古典 有很多的女性顾客会来跟我聊天 而且一聊都是好几个小时 再分享他们的感情问题 其实中间呢 我就是归纳出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很多女生很容易就会陷入 安全感欠缺的状况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 就是可以降低不安全感 一直影响你的情绪 或是甚至影响你们关系的这个状况呢 我个人就是把它定位叫做 恋爱的降敏练习 不要这么敏感 来降个名 第一点就是呢 与其暗次的纠结 不如直求对决 我发现有很多的女生 她们在跟我分享她们的 比方说感情状况或故事的时候呢 都会掉入 她其实知道说 我就是觉得她有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生气 但她就是不明讲 她就是不讲开 她就自己暗自的在那边 然后伤神 然后很伤心到处的找朋友抱怨 但她就是不敢直接的跟她的另一半摊开来说 或是直接去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你为什么就是要忽冷忽乐 你为什么就是感觉你就是到处在跟别人就是然后有点那个调逗啊 或是年花乐草的一些行为 但其实她们自己都抓不到实际的证据 她只能够自己默默的生闷气 但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她 你为什么不直接的说出你的感受 她可能就会知道 她可能就会稍微做一点修正也好 那她就说不好意思 然后觉得说这样讲好像很小心眼 感觉自己很计较啊 感觉自己很神经病这样 但我说实在的 你的这一系列就是生闷气的作为 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你们约会的气氛 跟你在跟她相处的时候 你就是会变得很怪啊 你脸就是会僵掉啊 你说出的话就是可能会拿棉花里面藏针 就其实你是带刺的 只是你假装你就是 我讲了很多甜言蜜语 但是其实是句句 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酸酸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不妨直接把你内心的困惑 疑惑直接当面的跟她做沟通 有时候你东西讲出来了 事情真的通常大部分来说 不会像你想象的这么的糟糕 你会得到一个答案 但那个答案你后来听到之后 你就释怀了 你就觉得说 很像是真的 像是我自己多虑了 也有可能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啊 是骗你的 也不能够排除说 是不是他背后有做一些 什么其他的想法 但是你讲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问了之后 你得到一个答案 你内心就会比较容易过得去 就不会在自己夜里吗 睡不着觉啊 或者跟朋友抱怨啊 然后也找不到答案 而最后第一点 与其暗自的纠结 不如直求对决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 学会恋爱匠名的练习呢 就是 越是要求对方查情报备 反而你会激发自己的怀疑心 因为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越是想要紧抓在手里的东西呢 说实在呢 就越抓不老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你开始起了疑心之后 你可能就是因为不安全感作祟 但是那个不安全感 你又说不出来到底是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 就对这个人充满的问号 充满的担心 此时你可能就会要求说 你到哪边去 你都要跟我报备 你要拍照给我看 你要拍影片给我看 你要跟我 就直接那个视频对话 我要确认你现在讲的 你说你跟你哥们出去 你是不是真的跟你哥们出去 你现在开定位给我看 我就是要开定位 你为什么现在人在公司 但是你飘移到隔壁的便利商店去了 你是不是跟别人约会 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严重的问题 他就会处处的想要去控制对方的行踪 甚至要求对方要报备他的 每天的行程 是否是对得上他所说的就是状况 那这个状况呢 久了就会让你一半可能心也很累 但你知道你内心只要扬起了这个怀疑心 你就会想要去找证据 你就会去找线索 想要去印证自己的这个怀疑 但一旦你有这个脑 就是心里面觉得有鬼 你就是会去找到鬼来验证 你说对吧 你看我说中了吧 就是有鬼啊 所以呢 这第二点呢 就真的你要有意识 当你扬起说 你开始想要就是看他的什么信箱啊 看他的各大社群平台 到底跟谁聊天啊 或是看他的行踪在哪里啊 你就要去反问你自己 为什么你要去担心这件事情呢 是他真的就是真的会到处 年花乐草被你抓过 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是有点多虑的 还是说你这一系列 其实是为了安自己的心 因为他可能长得特别帅 或长得特别漂亮 你就是很害怕有情敌出现 会把他偷走 那你这个是来自于你自己自信心不足 你就要去找到根源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学会恋爱的降民练习 就是三 说好底线 然后就放牛吃草 你反而会更省心 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一定有他自己恋爱的地雷 跟他在意的事情 有些人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 随便你都怎样都可以 但是他可能有几点就是完全性的 你不能够越过雷池 你只要越过雷池一步 我就是绝对跟你分手 所以你自己要先去衡量一下 你到底在谈感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地雷 或是什么底线 你要先跟对方讲清楚 就是我跟你讲 你如果今天让我发现 你跟别人单独出去约会吃饭 我就会跟你分手 或是让我发现 你还要跟别人在私聊 跟怎么前女友前男友 就是还有在互动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骗我 或是然后做各种行为 只要是我很在意 但是你却硬要去踩我这个底线的时候呢 我就是直接跟你说拜拜 那除此之外 他要去按赞什么某个网帅啊 某个网美的那个IG啊 或是去追踪别人啊 之类的 你就应该就是放下这件事情 因为说实在的 每个人就是要他自己的生活要过 你不可能24小时紧盯着你的另一半 所以呢就是刚刚讲的 你画好那个框架跟底线 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要怎么样就让他快乐自由的去放牛吃草 但是这个底线只要被越过了 你自己就是知道说好 那我都已经跟你讲了这么明 你还是刻意为之 那你就是不把我们的关系看得很重吗 你就是觉得说反正你这样做 我只要没有被抓到 没有被我发现就没关系 那既然如此 你这么的不在意我 那我也不用那么在意你 那就是可以做好你自己的选择 那这样子你不觉得更省心吗 就是讲好你的规则 其他的他如果犯下了 你觉得不可饶恕的这个罪行的时候 你就自己有个标准吗 我是要选择 就是好 那我已经知道你 就是已经做出你的选择 那我要对等做出我的选择 你知道这样子 你就比较不会活的 每天在那边真真真心心 或者很在意对方 到底现在又是 你有可能做什么事情 可能他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所以这有第三点 说好底线 然后就放牛吃草 你会比较省心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学会恋爱的匠名练习 就是 寻找不安全感的源头 才能够治本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些人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严重的不安全感呢 就是因为很自卑 他觉得他另一半很优秀 很帅 很漂亮 所以可能自己跟他在一起 有一点高攀的 他自己觉得他有点高攀 并不是说真的高攀 但他就是因为这个自卑心 他就会很在意说 会不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在 另一半身边 就可能会把他偷走 那就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开始出现那个什么 插情啊 或是严格的那种控制欲 很旺盛 或者是单纯就是 他可能有情伤 他过去的恋爱经验里面 可能被辜负 被背叛 被劈腿 导致他对人就是不信任 所以会延伸到他 现在谈恋爱的时候 也会对他的另一半 特别的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觉得人都是不可信啊 你现在跟我嘴巴上讲的多爱我 有可能跟我的前男友 前女友一样 你最后面就是会背叛我啊 就是会在外面偷吃啊 甚至把我蒙在鼓里 那这个状况 你可能就要去寻找问题的根源 不是说去控制你的另一半 而是去找到说 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 这么样的高超环 或是这么样的走心 这么样的容易 就是起疑心 那个疑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去解决那个问题 解决你的自卑 解决你的情伤 之前留下来的伤疤 去解决你就是会 然后就想很多 想很多这件事情 即使你可以用工作 或是跟朋友聊天 这件事情去把它填满 就不会再继续的 陷入这个负面的情绪 好啦 那今天就是一简单的 四点来聊聊关系说 交往欠缺 安全感嘛 学会降敏的练习 就是放过对方 也放过你自己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呢 我要介绍一间 位于士林夜市的 泰奶专卖店 叫做Q泰以下 地点位于文林路上的巷弄里 它地处于明川大学 那走到那个士林夜市 那个连结的巷弄 它提供各式道地的 泰式饮品 就有点像是 泰国知名那个 手标手摇印 我喝起来很像 我觉得它里面的 那个内容物 应该是有去 采买泰国那边的原物料 喝起来就真的很到底 那他们除了 就是基本的 泰奶之外 也有卖一些 台式的饮料 然后也有卖一些 小点心 什么松饼之类的 我个人觉得 今天店舍是很偏僻 就是卖给 就是明川大学的学生吧 因为那条 110箱 就是真的是 要喊啊来的人 才会走过去 那这边就附近的居民 会蛮喜欢 去那边吃东西的 那就再次推荐给你 如果有来士林夜市 不妨可以换过去 喝一杯看看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东 都发现很多有趣的 及时新闻 还有跟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那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有任何的意见 想法 或者是你有各种 生活工作 感情上面的疑难杂症 也欢迎到那边跟我聊聊咯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咯